這個上線是沖繩的傳統的樂器 這一次我學的是那個小星星 Vimeo 現在我來到這裡是COZA裡面的A莎會館 這個上線是沖繩的傳統的樂器 在沖繩你到處都會聽得到這個上線 用上線做的音樂 像餐廳裡面啊 就是到處都有 那今天我就要好好的體驗 其實我十幾年前回來沖繩的時候 那時候因為太想家了 所以我就買了一把非常好的上線帶回去台北 但是我一直都沒有機會練習 所以我到現在經過了十幾年 連一手都不會打 所以我今天要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我要好好把上線練好 這個三線的音符啊 它是這樣寫中文的耶 它很特別 就是有一點那種 就是古老的時候的感覺 這一次呢我學的是那個小星星 真的是幼幼班 好 那我要表演了 如果彈錯 千萬不要笑我 笑我也沒有關係啦 笑 じゃあ行きまーす うまくできるかな 緊張する 把自己搞得好緊張哦 我會不會打開 他們以為多久 就希望你能夠打開 三線的音符 就是表演 一線的音符 反正和用 大家會有什麼 那些音符 問題跟下面寫 都是兩線的音符 還寫 遲一線的音符 是月下動 真的是悠悠班耶 但是我觉得蛮不错的啊 对不对 来到这边你也可以体验冲成很不同的文化哦 超级好玩的 作词曲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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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